問一下大家討論這個選法好像有必要 有些綠營的你覺得有必要再修訪,對人怎麼看? 我沒有,我對規則沒有什麼意見 你會覺得門檻差異就好嗎? 不會啊,反罷免的票也快25% 你覺得沒有在修訪? 我覺得不是規則的問題啊 身為當事人,我覺得比較辛苦的事情是 你到底要全力去面對罷免,還是要繼續工作 事實上我們是最後兩個禮拜才所有團隊拉下去 跟罷免方面對面嘛 一個是吃飽就給你賣一年啊 另外一個我們要工作,一方面北中南要工作 要行程,要質詢 那你那種時間跟他做這種一對一的短兵相接 所以當事人的,這個跟規則沒有關係啊 比較大的,我覺得比較大困難是這樣 我們也很想熱戰啊,可是我工作要做 對我來講,大家投票給我 是要我去上班的嘛 我如果把工作都放下來,回去 跟他戰個半年一年的 結果可能會不一樣,但 損失的是大家啊